四人来到宋臣他们家,宋臣的人看到他们来,赶紧地打开了正门。 夫人就猜到你们会过来,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,几位里面请。 进去之后,几人直接往餐厅走去。 李夫子,娇娇。 这位是刘举人,是来我们村里的学堂授课的,这是他孙女。 刘举人。 宋和又跟刘举人打了个招呼。 轮到刘举人的孙女的时候,他只是点头笑了笑,什么都没说。 宋王室让人准备的饭菜很是丰盛。 刘举人也明白了,什么叫味道更好些。 这里的饭菜,吃起来似乎要比镇上十位格的味道还要好上一些。 不过味道吃起来有些像。 吃完饭,宋王室就直接留着刘举人住在了家里。 而宋臣这边,又在给苏泽进行第二次针灸。 你怎么还不扎呀?我都快被自己吓死了。 这种明知道即将有针要扎过来,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的感觉,应该是世界上最恐怖的。 你干脆把自己吓死算了。 还不等苏泽说什么,宋臣已经速度极快地把手上的针扎在了苏泽的穴位上。 依然是麻麻的感觉。 我觉得你不是在救我,你是在坑我。 你错了,我是在另一个层面拯救你。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,怕这一根针,说出去不觉得丢人吗? 你不说我不说,谁知道。 反正这针灸只有他一个人会,王后也不会有人再看到他这个样子了。 自信点,把感觉去掉,就是今天扎得有些多。 其实也不需要扎这么多,我就是想扎。 想扎? 合着,合着你是不扎在自己身上不疼是吧? 你知不知道我的心脏都快要停了? 他以前只觉得自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, 现在才知道那是自己高估了自己。 你这是在报复我吗? 嗯,报复。 我说了什么? 以前怎么就没觉得你原来这么的小气啊? 以前是因为我们还不熟,现在关系不一样了吗? 在不熟的人面前多少还是要端着点的。 现在都成哥哥了,还要端着干什么? 好,这个解释我无话可说。 横竖这也是最后一次。 针酒是最后一次,以后边吃药可以边做接下来的治疗了。 你母亲应该也差不多要准备回上京了吧? 是要准备回去了。 我爹之前的意思是让我娘带着我一起回去, 但是看目前的情况,我应该还需要留在这里。 所以我娘就打算,等我解读之后就先回去。 这件事也要调查清楚不是吗? 给他下毒的人只有回去才能调查。 他母亲也不想打草惊蛇,准备私底下悄悄地调查。 那应该也就这几天了。 苏夫人一离开,冲云镇的安宁应该也会就此打破。 你母亲走的时候,能制造一个带你一起走的假象最好。 为何要这样? 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同你说起,或者说,你直接跟你娘一起走也行。 我把你的药准备好,两个月之后,你再来找我做后续的质量。